董雨晖哭了 他说有人问他想做什么 他说我想自己再聪明勤奋一点 这样我就可以等心动当好的时候 把他们接回来 我想他们 哎 挺想他们的 到现在都没有舍得解散你的权 最后没有人发消息 只要你足够努力 生命都会必有余力